早晨 今天是2024年6月5日星期三 欢迎收看《天开市直击》 今早我们有海基政圈 亚洲投资策略部主管 温杰 和我谭海运陪你一起开市的 比比 今早大事有什么焦点 留意业绩 今天包括就是蔚来 未来几天都有业绩要留意着的 是的 观众朋友 如果你有投资方面有问题 欢迎来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ATM 在聊天室里面 讲下来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问题 现在一起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三大指数先跌后升 美国职位空缺下降 带动债息回落 美股升期二反复靠稳 道指低可能52点后 美市最多是升埋近200点 收市升140点 收报38711点 升幅大概0.4%左右 标指升0.2% 收报5291点 纳指上升0.2%左右 报16857点 纳指金龙中国指数跌近1% 欧洲股市普遍要跌 德国股市跌幅超过1% 一起看看焦点美股 Amazon Google和苹果都向上 Tesla跌幅1% NVIDIA升1% 收市再创新高 收报1164.37美元 AMD连续两日向下 再跌2% 以预托证券形式在美国买卖的科网股ADR 比起本港上日收市 各别发展 阿里京东都比本港上日收市高 明天公布业绩的美团ADR比本港上日收市低1% 汇空比本港收市高出超过1% 比亚迪比本港收市低 看看亚太区股市的情况 日经平均指数早段要跌1% 跌439点 最新薄38,397点 首额综合指数向上升17点 适合普通股指数 新西兰50成分股指数早段向上 和北京的外围情况 减息的憧憬又再升温 近日市场预期 9月启动减息的减息 市场预期率达到50% 最新有56%左右 预期今年会减减两次 一次是9月 另一次可能是11月 主要是近日看到的经济数据 也不算是太理想 美股方面 就是美国那边 增加了减息的空间 最新公布的职位空缺的数据 4月份是805万个 是创了2021年以来最低的 还有市场原本预期有835万个 新增职位也是比市场预期小 还有星期一的时候 看到ISM制造业PMI 跌到48.7 三个月以来最低的 10年期债息 看到年跌了4个交易日 去到4.3厘水平 五个月以来最低的 美国减息的预期现在又升温了 同时也忧虑经济增长前景 导致高位回吐后整股 纳指上日又逼迫16,900点的水平 经济数据加上大选的因素 你觉得9月减息的机会 是不是仍然是颇大呢? 我的答案仍然是预期9月的 但我觉得重点其实很难去估计 因为现在距离9月 还有6月、7月、8月 未来那两三个月的经济数据 才是真正的关键 所以我主观来说 就是维持之前的判断 今年会减一次两次 如果9月能够顺利减的话 我觉得这个全年里减两次的机会就大增 但我更加想说 因为太多讨论就关于 究竟何时减减减多少 但我经常都说 其实何时减不是最重要 因为什么原因去减才是重要 举个例子 你看回过去数据也是的 如果因为经济是OK 但是通胀受压或者继续跌而去减的话 全世界会发收涨的 但如果因为经济转差 硬硬要去减的话 这个不是好消息来的 因为我们看的宏观经济来说 可能对于公司的收入会有影响 如果经济差收入是不好的话 就算融资成本跌0.51%也好 帮不了一件事的 但反过来说我收入很好 哪怕给1-2%的利息或融资成本 都不会有大关系 所以第一我们很难估计 你知道市场 你说9月份都是56% 56%你仔细想 即是6-4-5-5-1.5% 1.5% 就是大家都没有信心 第二就是究竟接近几个月是因为通胀受压 还是因为经济着一步差呢 其实大家更加难去估计 所以我只能够很老吐 大家继续留意着经济数据判断 希望经济不是下跌得太快 而通胀跌得快些 我们顺顺利利在9月份开始减息 而债息下跌对于市场气氛会有帮助 但刚才提到就是我们面对减息预期升温 接着又说经济可能有一个放慢的迹象 那怎样呢? 短期对美股其实是利好的 我们把它简单化的话 现在出现一个情况就是叫做 坏消息等于好消息 因为大家太喜欢减息了 所以如果经济数据差过预期的话 增加了减息的机会 大家会觉得是一个好消息 就是经济数据的坏消息反而成为加快减息的好消息 对于股市就成为好消息 但这件事情其实是很脆弱的 如果是多几个数据是比较差 甚至乎差的幅度是比较大的话 那这个经济数据差的坏消息 就会变成是企业盈利的差 甚至乎对于股市来说都是差 所以我自己对于美股来说 说真的不是NVIDIA的部分是AI股撑着的话 其实美股未必好像表面上做得这么理想 所以我也是对于指数上来计算 美股也是中性一点 要可能大家去投资的时候 真的选股不选市 譬如我们举个例子 我直接讲一下 我们最近有推介一些冷气股 因为根据一些调查 今年美国会考验的 考验的话就会买冷气和开冷气 可能对于一些冷气股会有帮助 这是一个例子 所以我们在美股的说法来说 第一 留意经济数据 去判断减息的情况 第二 就是未必再那么着 我知道AI股炒得很厉害 但是真的太厉害 反而可能留意个别的股票 就比较有利益 是的 因为你特别提到那个AI股 就是NVIDIA 看到就是又破顶了 不过就星期五 即未来就会拆势了 拆势完之后 那个走势会是怎样呢 大家都要观察着的 那说一说美股的走势 我知道你刚才也特别提到 就是选股不选市 但是始终指数大家都要看的 没错 你年初上来的时候 其实你预计美股的走势 叫做微笑曲笑 就是说先跌下去 然后就上回去 没错 没错 以道指和标指为例 其实这个走势 一会儿可以看一看的图 就是在四月初至到五月中 其实是出现了的 就是先跌 就是破坏 是的 先跌 然后就上回去 然后再上到高位 这样的形态 好了 微笑曲线 叫做你的预期在全年出现 现在四五月这段期间 就叫做实现了你这个预计 那未来的走势 会是再出现多一个微笑 还是你未来的判断 美股的走势会是怎样行的 我会这么说 其实如果对于微笑曲笑的判断 我最多会给六七十分 因为我们当初估计 可能第一季都会比较高位 接着第二三季就会下跌 接着上回来 第四季就做得好一点 全年就是一个黑黑笑的造型 的确实在四五月 是跌过来的 但是跌得 幅度不够我们预期深 调整的时间也没有 我们预期那么长 就很快就上去了 这个是真的 那我叫支持近乎勇 那我们看回原因很简单 第一个就是第一季 美国的企业盈利 我经常都说 我们要解零还需系零人 如果我们对或者错也好 或者市场升月跌也好 我们先找个原因出来 看看那些原因有没有改变 好了 我们觉得第一个原因就是 第一季 美国的企业盈利 是比预期为好的 这是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其实近这一两个月 减息预期 都升稳了一点 那就帮到手了 第三就是AI 我想特别是这一排来算 随着NVIDIA公布了业绩 实在太厉害了 已经在一个很高预期之下 第一季所有数据 我已经是鸡蛋里挑骨头 都跳不到 第二季的展望更加乐观 还有拆细 加派息等等的因素 那你记住 NVIDIA是做晶片 它的下游 其实就有很多不同的范畴 包括可以是游戏 可以是等等不同的类型 所以它的业绩好 代表下游的公司 对于未来前景是好 才会下订单的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一业之秋 很好的前景 所以大家就 可以了 那AR继续炒 所以就有几个原因 三个原因 就令到整个美股 特别是科技股 又再上回 特别科技股 可能是破了高位 这个是个原因 好了 但是我会觉得 第一 那个减息预期 其实真的可以变化很大的 那刚才也提过 可以由减息 去到一个担心经济衰退 都有机会 那这个对我来说就比较虚 第二 第一季的盈利增长 为什么会比预期好呢 我又常常说这个例子 就是 儿子回来跟我说 哎呀 法律市卷很深 我一定不入格的了 只有40分而已 最后他回来说 妈妈 我有45分了 其实45分我想丢他的 但是他跟我说了40分 结果有45分 就OK了 那这个就为之好过预期 但是这个是否真的很好呢 我真的有点保留 既然我们第二季开始 美国经济都比较滑朗 第一季GDP增长都下调到1.3 那企业盈利是否真的这么好呢 AI是最难猜的 但是我不敢看探他 但是 这些位置 你说 未来NVIDIA会测势了 那我经常都问 美股是逐股逐股卖的 哪怕他1200元都未到的 美金 就是1万元而已 1万元的港元 对于一只股王来说 你要买的 我想不是一个问题吧 你不想买的 他做100元都不会买的 是不是 因为我们看股值 就不是看股价 所以我觉得 跟比亚迪是不同 比亚迪10万元 我买下去 一棍偶下去我害怕 你变成1万元 那我当买贵价卵那玩一下 所以我想这个策势的效应 我不敢太过憧憬 那变相来说就是 AI股不敢看探 你不敢看探